每一种谋杀在破坏性和伤害性上都千差万别 社会必须代替和代表受害人对其降罪或给予宽恕 对于书本中那些犯罪 也许只有上帝的胸怀才能给予宽恕 然而我们不相信上帝 我们只相信法律 罪恶没有侥幸 等待犯罪者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在帮别人收割稻谷时 邂逅了东家的妻子 为了达到和情人长期苟合的目的 这位光棍汉竟然垂杀情人的丈夫 滴血的聂元没能装饰这段聂元梦想 不但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也亲手拆毁了自己和情人的两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惊奇先生 让我们开始这期的故事 这年的秋收农忙季节 家住明溪县这阵地村的赵勇 因家里缺少劳动力 就故请同村44岁 仍为娶妻的陪楚帮忙收割稻谷 在赵家帮忙了几天后 陪楚从心里暗地里就喜欢上了 淳朴秀气的东家赵勇的妻子洋放 忙了一天 到了傍晚也为赵勇开着小四轮土炮车 在外面给人拉货 当时只有杨芳一个人在家里忙家务弄 陪楚就悄悄地来到杨芳家 嬉皮笑脸地对她说道 我们交个朋友 我想你好久了 突如其来的问话 让杨芳的脸面通红 你不要乱想 我丈夫对我很好 除了一点会赌博外 说完杨芳就不怎么爱搭理陪楚的纠缠 初次遭到杨芳的拒绝后 陪楚并没有为此打退堂鼓 相反在几天后更发起猛烈的攻击 于是陪楚就开始一直纠缠杨芳 只要看见杨芳的丈夫开车出去 她就有事没事地打电话给杨芳聊天 说一些迎合杨芳爱听的奉承话和关心的言语 赵勇呢 却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那就是在喝完酒后 总是爱去赌博 虽然输赢不大 但杨芳对丈夫的这个恶习感到很不高兴 而且经常多次地劝导军卫走向 为此 赵勇时常外出喝酒赌博 令杨芳心里感到了生气 而恰在此时 油嘴滑舌的裴楚让杨芳有了好感 对裴楚的看法又无赖 变成了一个情深义重的好男人 双方终于跨越了道德的底线 发生了性关系 在双方第二次发生关系后 裴楚给了杨芳五百块钱 让她买一些有营养的资不品不身体 在电话中呢 还经常对她百般呵护 而赵勇是个粗人 除了身强体壮 会干活外 从不会对妻子嘘寒问暖 从此裴楚就和杨芳好上了 时间转眼到了2008年1月的一天 裴楚看见赵勇开车出村 她心中又按捺不住思念 便打电话和杨芳续情 令裴楚和杨芳都没想到的是 赵勇出村后不到半个小时又回村 并很快回到了家中 正在和裴楚在电话里 互诉中常的杨芳 听见丈夫回来的脚步声 慌忙地对裴楚说 她回来了 糟糕了 便挂了电话 此时赵勇用电话分机 听到裴楚说的最后一句话 她就质问杨芳和谁通话 杨芳支支吾吾说是裴楚打来的 赵勇问起为何裴楚会打电话来 杨芳借口就说 裴楚最200元的催款进行搪塞 此次虽然蒙过了赵勇 但赵勇心里却开始起了疑心 自己的妻子是否已经被地里偷人了 几天后 赵勇板着脸恶狠狠地殉执道 你要是敢和裴楚做那种事 不要被我抓到 不然我打死你们 杨芳低着头在丈夫面前发誓 她不会做对不起丈夫的事 有一天呢 裴楚又打电话来 并跑到杨芳家中要求苟和 但杨芳很害怕丈夫捉奸 短然地拒绝了裴楚的要求 并提出要和裴楚中断这种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过了几天后 裴楚又给杨芳打电话 杨芳称不愿和他继续保持这种关系 并称两人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 除非赵勇不在 裴楚听后就挂了电话 几天后的一天晚上 赵勇突然打电话给裴楚 问有没有酒喝 在裴楚家中喝酒的时候 赵勇在喝到醉眼朦胧之际 突然从嘴里冒出一句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 说是无意 听着有心 虽然赵勇在之后称 其说的是被同村王刚殴打的矛盾 但裴楚当时听了很不顺耳 认为赵勇故意表面上是说要找王刚报仇 暗地里却是有意说给他听的 裴楚心里一阵 就试探地问赵勇道 我跟你有没有仇 赵勇当时可能喝多了 就随口恩了一声 裴楚心里想 赵勇一定是知道了妻子和自己的不正当男女关系 不然杨芳为何要坚持 不再和自己保持那种关系呢 散火之后 望着赵勇远去的背影 裴楚的脑海中炖起了一个罪恶的想法 与其迟早要死在赵勇的手上 不如先下手干掉赵勇 用裴楚的话说那就是 有了除掉赵勇的念头之后 就一直挥之不去 四月十八日晚上八十许 赵勇又来到裴楚家喝酒 裴楚的弟弟裴天也陪着赵勇喝酒 此时呢裴楚心里又想起赵勇说过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心里顿起杀心 裴楚在赵勇喝多后 向其弟裴天说出了想杀赵勇的念头 裴天听后骂道 你做事要用脑袋想一想 现在把他杀了 会害了我们一家人的 由于弟弟的不配合 裴楚当晚暂时打消了对赵勇下毒手的念头 此日裴楚让其弟帮忙去买塑料薄膜 以被杀赵勇藏尸之用 但裴天不肯去帮忙买 裴楚便自己去镇上买了塑料薄膜 4月23日晚 赵勇又一次去裴楚家喝酒 也为当晚明月当空 裴楚害怕还是没有对赵勇下手 赵勇始终没有发现裴楚有除掉自己的歹毒用心 4月25日晚 赵勇又打电话给裴楚 称要来裴楚家喝酒 裴楚随即走出家门 发现当晚夜色较浓 你终于来了 裴楚露出了猙獰的面孔 在心里笑道 你要让我死在你手上 那我就先送你上七天吧 裴楚走到村中的那个小卖铺 买了两箱啤酒 也不知道是人生的巧合 还是赵勇难逃此劫 这天晚上 裴楚的老母亲很早就上床睡觉了 要不然呢 这起悲剧也许可以避免 裴天在陪赵勇喝了两瓶酒后 就走出去散步了 早有杀心的裴楚就借口出去走动了 裴楚又一次和裴天说要干掉赵勇 裴天说他是不会插手此事的 不但没有制止其兄弟裴楚即将实施的犯罪行为 还说了一句 你的事你自己来处理 不过作为你的弟弟 我是不会恨你的 也不会去举报你 有了这句话后 裴楚当即走进客厅的杂货间 拿出了八角锤 趁赵勇正在喝酒不注意之际 在赵勇身后抡起了八角锤 砸向赵勇的头顶 可怜的赵勇还没来得及反应和呼救 就被八角锤砸倒在大厅上 赵勇侧倒在地上 鼻子和嘴巴开始流血 裴楚顿时就慌乱起来 再点了一支烟后 为了杀人灭口 他再次抡起了铁锤 而这个时候 裴天刚好从外面回来 七眼目睹了裴楚举起了八角锤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身为弟弟的裴楚不但没有阻拦 而是盲目地看着其凶挫伤夹挫挫 顿时赵勇没有了动静 裴楚用塑料薄膜铺开 将赵勇的尸体用塑料薄膜包起来 并用尼龙绳捆住了赵勇的脖子 将赵勇的尸体绑在摩托车上后 就叫上裴天各自骑一辆二轮摩托车 改向一座果山的山坳上 兄弟两人将尸体推进了一个老坟土洞 用土浆洞口封死 再用茅草盖住新土 还用一棵树头及一沙木压住了茅草 当天的深夜 杨芳看见赵勇还没回来睡觉 就拨打了赵勇的电话 但电话始终处于关机的状态 4月26日一大早 杨芳起来就问邻居 有没有看见她老公 还到村里转了一下 没有发现赵勇后 杨芳于是去了矿上上班 她再次和同事们说起 她丈夫前晚没有回家的事情 同事们说会不会是在别人家喝醉了酒 没有回家睡觉呢 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 杨芳联想到赵勇经常开车 拉石块到裴楚家修气围墙 也经常在裴楚家喝酒 就打电话给裴楚 但裴楚称 前两天赵勇是有到他家喝酒 但是昨天晚上赵勇并没有来 因为裴楚曾经是自己的情夫 再说邻居的话 也不能完全证明赵勇昨晚真的去过裴楚家 于是杨芳也没有再去问裴楚 当天下午 正当杨芳还想去矿上上班的时候 她的弟媳妇听说大摆子还没回家 就来看个究竟 看见杨芳还有心思去上班 就把杨芳骂了一顿 于是杨芳和赵勇亲戚 开始寻找赵勇的下落 4月27日下午 赵勇的亲戚好友全部发动起来 帮忙在村中寻找赵勇的下落 村里的个别村民也自觉加入了 搜寻赵勇的队伍中来 大家抱着活药见人 死药见尸的想法查找 但直到傍晚时分也没找到 一种不祥的预兆在赵勇弟弟心里生气 他便到当地派出所报警 请求公安机关帮忙寻找赵勇的下落 明溪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后 立即组织民警全力查找赵勇 同时向赵勇的家人了解赵勇的一些情况 比如赵勇是否有债务纠纷 是否和谁有过过节等等情况 民警在了解赵勇的情况后发现 赵勇为人正直 左锋正派在村中和村民的关系不错 县局局长指示 刑侦部门要全力排查赵勇的下落 4月29日上午 宁溪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对死者手机展开排查 发现该手机在赵勇失踪后的几天内仍然有通话 民警初步推断死者或许是因为赌博被人绑架 刑警大队教导员陈武立即带领法医念有存 技术员邓发中 以及民警罗亮中先行赶到胡方进行侦查 到达现场后 民警才发现是其女儿将其付的手机卡换到另外一张卡上 自作聪明地想用手机看谁会给他把手机打电话 以此再揪出嫌疑人 要不是民警经验丰富 差点让他误了大事 上午的10时40分许 村民小陈和赵勇的弟媳 在村中一户人家的山奥果园上的废旧坟墓边 发现了异常情况 经赵勇家人报警后 明溪县公安局分管行侦的张雄斌 副局长和王长庆大队长 以及黄道坤城区中队长 李永刚农村中队长和邓齐凤等 一行十几人火速赶到了现场 将那个可疑的塑料制品包裹物 从旧坟墓的土洞里挖出来 经现场勘察发现一具男尸 赵勇家属辨认 确认尸体就是失踪几天的赵勇 民警强忍住已经发胀的尸体臭味 进行了尸检 发现死者系头颅 受中盾器击打导致死亡 洗他杀 究竟是谁 又是什么原因 对死者痛下杀手呢 明溪县公安局 开始全力排查凶手 民警开始调查 和死者有过过节的王刚 但民警发现 虽然和死者曾经有过一段矛盾 但基本上是可以排除死者系王刚 所谓 经过几昼夜的调查 5月6日 民警经过排查 发现 裴楚具有重大的作案协议 有人反映在4月25日晚 曾看见死者 赵勇从一条小路 独自一人散步 另外一名村民 在死者离家出走的那晚 看见该村村民 裴楚买了两箱啤酒回家 像是家里来了客人 而村民反映 死者当晚行走的那条小路 正好通往裴楚家 4名民警在坟基地现场勘查后 对裴楚已经产生了怀疑 所以打电话给派出所 指导员立即组织协警 在其院子外卫进行了布控 防止裴楚外逃 同时呢 将该线索汇报给民西刑警大队 刑警大队民警赶到裴楚家重视 发现裴楚兄弟正在杀鸡把金毛 其中一名村干部问裴楚为何杀两头鸡 裴楚垂头丧气地说道 既然你们都怀疑我了 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原来裴楚在当天上午 从田里回家时 在路过村口时 个别村民在小声地议论着什么 当村民见到裴楚就停止了诉说 裴楚心里已经明白事情 已经败露了 所以他回家后叫上弟弟 一起烧两头鸡 准备和弟弟 以及81岁的老母亲 最后一顿美餐 只是天不藏间 还没等他们吃上鸡肉时 就已经落入警方的罚网 经审查裴楚 对其涉嫌杀死赵勇的犯罪事实公认不会 其弟裴天因涉嫌包庇罪也一起被警方带走 裴楚的老母亲已经被远嫁到外地的女儿接走 其家里的猪 牛等财产全部卖掉 一座偌大的房子 顿时也是人去楼空 裴楚兄弟被检查机关依法逮捕 等待他们兄弟两人的 将是法律的严惩 虽然这起杀人案也成功告破而告一段落 但在我们的心中 却是久久不能平静的 假如当时裴楚没有因为赵勇的一句话而痛下杀手 假如裴楚几次和裴天说起要杀掉赵勇时 能够得到其弟的阻止 假如赵勇不会赌博 杨芳也就不会和裴楚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念头 然而人生没有如果也不能重来 这些悲剧告诉我们 为了您和家人的家庭幸福平安 请您恪守正常的婚姻道德关系 不要涉足婚外恋情 也不要有赌博等恶习 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好了 本期节目已经播讲完毕 喜欢收听国内外大案要案 以及一些冷门案件的 可以订阅并点击小铃铛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现